词曲 李宗盛 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现在让哲言来帮忙 他会不会取笑我 玄玉 莫军 你那个朋友到底行不行啊 冰块里什么时候才敢跟我打 他还未回话 这老的这都多久了 摩军不行 我那朋友有特殊方法 能求见帝君手下管事重林 他是个鲤鱼精 鲤鱼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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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在做梦吧 帝君帮我捡簪子 不错 公主的这套珠差真好看 什么味道这么香 见过公主殿下 重林 义兄线下在何处 帝君前往膳房去了 难道是我的糖醋鱼香香十里 公主 公主 此时只有小九一个人在膳房 万一他带领公主功劳的话 他敢 帝君 你还不赶紧 你还不赶紧退下 是 等等 先用热油滚过 再以菩提子小火入味 可这最后一位是 雨时花 是 是 义兄 是我特意去青秋摘了雨时花根 专门为做糖醋鱼而备的 以后留在太陈宫做菜 义兄 这簪子上的花 是何种花卉 这九重天上我竟没有见过 人间的东西吗 不是 是青秋的天空 青秋的星星 夜莹误入心何处 谁言之命 且知非 夜莹误入心何处 夜莹误入心何处 谁言之命 且知非 是什么意思呀 夜莹误入心何处 夜莹误入心何处 谁言之命 且知非 的军 的军 这是咱们第一次说伤话了 哪里来的野狐狸 叫他这样昏宽 Obs-歌 以后 其他的矜监 你也不作伤了 是什么意思 我这人是抗子 还有你 这人是抗子 我这人是抗子 那你以后 有抗子 我这人是抗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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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人是抗子 他在那原好 那么描子 禀告盟俊 收到回信一方 念 信上说 太臣公察员正值采茶事件 东华帝君没时间应战 采茶 竟然因为采茶这种小事 拒绝跟老子决斗 他当老子是傻子吗 帝君 魔族的烟齿物 冰块脸 老子帮你把茶都采回来了 什么时候跟老子打一场啊 崇林 是 你怎么不敢看老子啊 多谢 用不着 走吧 咱们去哪儿打 近日得了几颗香水 放在园中已有些时日 恐怕还得花些时间去栽种吧 你这冰块脸 你这冰块脸 种花 切不可错过及时 等着 老子现在就去把花种了 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你 哎